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特拉维夫 他是到达特拉维夫了 我以为这个标志 相对的稍微软化 我只能说叫稍微软化 如果他去了 如果他去了耶路撒冷 就会显得 更加特别 但可能是我们并没有想过 他是不是下午会去耶路撒冷 因为这里面有个 简单的细节 特拉维夫是 以色列政府的一个 对外的公开地方 他距离耶路撒冷 大概30多公里到60公里 大概是这样 所以大部分住在 以色列的大使馆 在特拉维夫 回避了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他的老城 圣地所在 那川普的年代 把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 所以被内塔尼亚胡称为 3000多年来 以色列人最值得骄傲的一天 承认了以色列国 因为以色列人呢 一直在 一直在游动 对吧 他一直在 是这么一个背景 那 但是国防部长本身呢 在今天发表声明当中 表现出 他们完完全全的 站在了以色列一方 你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呢 完完全全使自己 美国人完完全全使自己 参与到这场战争当中 跟他的表态是直接相关的 也就是说 以色列军队 完全在战争中 但所有的军事援助 武器 战药 都美国会 责旁贷的 向这个 以色列人提供 而在相关的 其他的威胁当中 美国人提供了 提供了担保的角色 两架 两个航空母舰群 聚集在地中海东部 然后他的军事援助 透过他大型运输机 在连连不断的运到 这个特拉维夫 今天第二架飞机将到 以色列如果展开 地面战争的话 那美国军任的责任 就是确保其他国家 不参与其中 里面包括伊朗 伊拉克 也门 甚至土耳其 那这个沙特 埃及 叙利亚 尼巴嫩 所以周围的阿拉伯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 美国都向他们发出了威胁 他认为 而且他的讲话很特别 他说这个时候不是来找平衡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能在美 在以色列人身上找到平衡 和所谓的虚假的什么道理 那面对的是恐怖主义 面对恐怖分子 没有任何道理可言 没有任何虚假借口可言 所以他这个表态就不太一样 就便直接发出了威胁 那任何其他国家 阿拉伯国家 如果进攻以色列的话 那变成了美国有责任 担保相应国家 为此付出代价 从他自理行间当中 和他的行为当中 是完全可以的 美国他向以色列保证 美国将接近他最大可能 确保以色列 在整个军事行动当中的 一切所需 那弹药军火 那是最关键 对吧 那美国是世界上最大 这些军火供应商 那其实相当一部分军火商呢 恐怕又跟犹太人有关 所以这个圈 就以这样的方式 就出现在我们现实的环境中 他们会讲出 他们自己的道理 每个都会有他自己 非常质地有声的 一种说法 但这种说法 背后的含义 人类命运的含义 其实就透露 这种说法表达了 奥斯丁曾经是 美国美军驻中东地区的 最高司令长官 所以他跟以色列军人 和以色列的政府部门 应该是很熟的 所以背景环境也很熟的 比我在埃塞斯国看到更糟糕 所以这个比喻是非常残酷的 他曾经在中东时 就是埃塞斯 以色列叫什么 以色列国出现的时候 那正在他任职期间 那埃塞斯是非常野蛮的 出现在这个伊拉克和阿富汗 那后来在川普年代呢 把他给灭掉 没了 所以他的比喻 如果这么比喻的话 就非常残酷 那当时埃塞斯比较展示 比较展示残酷性 就是当众透过视频 砍掉 大概砍掉了一个美国人的人头吧 我印象中 所以那是不能 任何人都不能接受 对吧 那所以就当时把埃塞斯 被视为人类的敌人 一定消灭他 那这一次呢 已经在美国 以色列政府的网站 和推特上 向人们公开展示 就是被砍头的婴儿 和烧焦的婴儿 有些人不接受 有些人说那是AI的 那我怎么说呢 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是非常冷漠跟冷血 非常冷漠 你这样的评价 有人说那我认为是这样 OK 允许他造假 允许对方 以这样的方式造假 但不应该让聪明人去怀疑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能听懂 造假 是以色列国 以色列政府的卑鄙 跟他的非人性 如果他造假 那也就说 什么都可以造假 这个东西不能造假 但你去怀疑他造假 你又没有任何证据 你是觉得他是这样子 那就是你的问题 你同样在判断真伪时 没有基本的道德红线 你说难道我被骗吗 对了 这种事情 宁可被骗 也不去猜测 那是你做人的尊严 那是你做人的道义 而不是以怀疑对方造假的方式 来展示你冷血的聪明 只有在所谓科学的背景之下 不择手段的背景之下的人 如果你是人的话 才会这样的方式猜测 大家听明白 我态度就是 允许他欺诈骗我 但不允许我去怀疑他的存在 允许他是魔鬼撒旦妖精搭击 但不允许我 以这样的方式 当这样的罪恶拿出来的时候 来去断定他 他可能是妖精 所以你不能把自己等同为邪恶 这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差距 现在不是中立的时候 所以这是他挑明 美国将确保以色列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 谴责虚假的等同感 但表示是时候解决而不是复仇 我们不叫复仇 我们要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所以这是一个 美国人表现出他的 还有一个道义的问题 因为复仇的概念不太一样 对不对 就是你狠我比你还狠 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是一种面对 坦然更忠性 那不是虚假等同 不能够去等同如何如何 你杀了我了我杀你 不能 因为对方表现出来的 不是一场基本的战争问题 是泯灭人性的问题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 那布林肯来了 那这个拜登说话了 国防部长来了 所以我愿意把它看成是美国完全站在了以色列一方 充当以色列这本次军事行动的一个保护者 那任何第三方再介入的话 美国人有责任 有可能 与对方以战争的方式交往 国防部长星期五特拉维夫 明确把它比喻成超越SS 那奥斯丁的抵达 建了内塔尼亚湖国防部长和军事 高级军事将领 我们和你在一起 如总统所说 我们完全支持 这是糟糕的一周 这个恐怖组织令人厌恶的行为 2013到16担任中央情报 中央叫中东部队中央司令部的指挥 他说 我是最初知道SS的人 了解很多 他们比SS还要邪恶很多 跟国防部长举行了联合新发布会 表达了美国人的态度 传送有关弹药防空能力 其他装备物资 额外包括铁穹的拦截器 以及为了挽救 以色列人的生命 那第二架运输机 已经抵达 今天抵达特拉维夫 当你说你跟以色列人站在一起 你出现了 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盟友朋友兄弟 展示这一切 五角大楼白宫国会支持 确保我们的行动 以自由的方式 加强我们的能力 海陆空的一切 向我们在该地区的伙伴跟敌人 发出了明确的资讯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介入的态度 美国 美国确保 以色列拥有自卫的所需的一切东西 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一种军事同盟了 关键他说 这不是中立的时候 也不是等同 虚假等同的时候 不是任何人 找任何借口的时候 恐怖主义从来没有借口 汉马斯就这样 所以这是比较 真主党的威胁 任何事处利用这一暴行的任何国家团体 任何个人 美国人全都拒绝 所以他已经向这个 真主党提出了非常强烈的威胁的本身 任何真主党要介入的话 美国应该以暴力的方式 以军事的方式 确保我不会猜测会什么 但确保以色列的一切 保持密切的帮助 那帮助解决释放 哈马斯手下的无辜的男女 包括美国公民 那这基本上是 那美国人 以色列人会率先考虑有关 人质被抓捕的问题 就目前来讲 美国有完全的理由介入拯救人质 因为被抓的人质当中 有着大批的美国人 如果如果以色列人确认他们的地 就是确认他们的地方的话 那除了美国人 有法国人 有英国人 有泰国人 所以是一个很多国家的人 都称都称为人质 那作为今天的美国 美国特种兵 海军陆战队 他们当然有责任 有权利也有责任 去拯救这些无辜者 从而介入了军事行动的本身 我以为在他的自理行间中 是可以看到 而且他自己也是完全是应该的 以色列拥有自卫权 跟以色列军队合作多年 很专业 有纪律 很专注正确的事情 这不是复仇 目的 而不是恐慌 和不投降的概念 他完全是一个 是一个 他表现出比较超越的一种态度 这种态度 在一个军事首领当中 当然是蛮珍贵的 这是真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